发生进攻以后的连续进攻 常用的三种步法 第一种步法是并步 并步的运用 求着是速度进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了 再来一个 并步 并步移动的主要的内容是 拉完球以后 中心在两个腿之间 所以向右边跑的时候 是左腿蹬地 拉完以后过来 最少腿 左腿一定发出力量过来 并得走 中心始终在我们的中间 如果说在比赛过程中 拉起来以后 到你反手来的话 也会垫步 然后呢再去用正手动 在第一种步法并步 第二种步法 也就是说我们球力量的时候 我们是用交叉步 交叉步的利用是垫步插步 其中有两个交球 第一个是大交叉小还原 也就意味着呢 测身完了以后 主要测身垫步插步 然后呢一个大交叉过去 使这个两个膝关节 尽量往里面扣一点 加住以后 加住保持平衡 对 第一把就要 第一把必须要求力量 第一把要冲出来 好冲 好 好的 他这个步法为什么我们用好呢 我们的大交叉 出完交叉步 我们的跨步 已经转过来 同时我们的脚匠 要转过来 打斜线的时候 钉右前方 如果说打直线的话 我们的脚匠 就要左脚的脚匠 直哪往哪打 这效果会更好 好 这个阶段可以了 大交叉 小黄炎 下边再针一板 大交叉 小黄炎再针 再踮 再踮步 完整完美 第三种步法 当你蹭蹭完以后 对方给你位置很小 我们踮步还要插步 这小交叉 大黄炎 站住 两个腿站开了 所有的步法 都是球一个中心平衡 不要算下起图 再交叉 走 交叉出来 电步 走 快的 别电 好 再电 在这里边 我们大家应该讲 三个内容 一个是定步 球队是速度 特别是在接发球 比赛过程中 他的中心力呢 接一把 接发球拉起来 定步走 白速了 没准备 没有还原 对 各级板球 走 并步 走 走 是吧 这就是说 在接发球过程中 球的是速度 那么如果说 当你发安球后 你冲的时候 这板球用交叉布 大交叉小还原 走 冲 然后抱出来 这个板球的话 再抱 对 这个球体的力量 大家鼓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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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